结合节奏吉鼓与钢琴 既悠扬又澎湃的乐声 让人听得如痴如醉 这是基隆国民广场水舞的背景音乐 敬业 作者是基隆出身 曾创作出电视剧《蓝宁王篇围曲》 《首掌心》等经典歌曲的 亚洲流行钢琴大师 VK客 迈入第八年的向大师致敬活动 今年特别邀请VK客回乡 举行水滋型演奏会等系列活动 为市民带来丰富的音乐饗宴 向大师致敬的活动 今年是第八年了 我们每年在地的艺术家 都有不一样的领域 不一样的表现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VK客的钢琴大师 回来帮我们做相关系列的演出 那在这边因为基隆是靠山海跟港 那又称为雨都 所以VK客大师就特别以水的形态 声音等等来做的创作 那我们大师也特别安排了 会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有互动的这一个活动 这也是很难得的 然后也会在潮进 跟在海洋智能馆 做相关的演出 那当然重头戏的演奏会 那也请大家共同来欣赏 VK客表示 基隆靠海水的异象丰沛 这一次演奏会主题水之行 就是以水为元素进行创作 水无常形 那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万千 那缺近于无限 不管是溪流 海洋或者是雨水 那它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水 那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于是我想要用水来描写 跟打造这一个有趣 而且令人会陶醉在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 特别的是VK客 还与海洋科技博物馆跨界合作 在潮进智能海洋馆推出 10月1号到10月31号 期间限定的专属音乐 让游客感受沉浸式音乐体验 觉得非常的陶醉 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就刺激了我一些灵感 那我就将一些水元素 以及声排的元素 那结合一些不管是传统乐器 或者是电子乐器 那有一种虚跟实之间的融合 然后去打造一个像海底世界一样的 一个沉浸式体验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2022向大师致敬活动 从10月1号起跑 除了专属演出音乐会 还包括彩绘街头钢琴 街头快散迷你演奏会 及作曲配乐大师讲座等 邀请国人到基隆感受 亚洲人气钢琴大师的音乐魅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